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今天的主持人 杨勒 今天是第一次 我们来介绍到 2012年纽约中国美妓设计划 由纽约华裔小姐学会主办 TVB USA协办的 纽约华裔小姐 来到今年已经是第11个年头了 这场每年的顺势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 报名者参加 今年可以说是最激烈 竞争最激烈的一年 因为报名者呢有来自美国 超过13个中群的 报名者其中呢 还有远自加州 坐飞机赶过来参加的 更特别的是呢 今年我们有一对双胞胎姐妹 参加比赛 那我作为主持人呢 我觉得我有点失败 因为我到现在呢 还没有分清楚哪个是姐姐 哪个是妹妹 不过呢你们等一下呢可以看看 你们能不能够区分他们两个 好吗 今年呢从网上几百名的报名者呢 我们邀请了其中的55位 在之前5月5号的时候 进行了首轮的面试 经过了评委挑选 47位在5月12号的时候 进行了复赛 那么经过了问答环节 泳装展示 还有才艺的比拼 最后选出了今年入围的16位嘉丽 他们的平均年龄为21岁 大部分的职业呢是学生 那么接下来在这三个月里面呢 他们会接受不同的培训 还有出席各大的活动 今年选美会 特别成立了一个筹委会 那我想介绍一下筹委会的成员 包括主席徐家树先生 副主席麦锦兴先生 黄晓华先生 李前岳伟女士 何佳琪小姐 还有陈正希先生 那么在我介绍16位嘉丽上台之前呢 我还是想简单的介绍本次 在三个月里面 他们将会出席什么样的活动 在下个星期六月的13号 他们将会拜访赞助商 晚上呢将会观看 Big Apple Circus 大苹果的马戏团表演 之后呢 在6月28号 29号 他们将会到达 华盛顿 美国的首都 Washington D.C. 将进行拍摄宣传片 接下来 在7月9号到16号 就是重头戏了 他们将会到 Florida 佛罗里达 之后还有Bahamas 那边呢 去拍摄外景 选拥 选美会 今年特别邀请了 才女 刘芳小姐 Vivian Liu 为本次的选美会呢 创作了一首主题曲 并由嘉丽们呢 担任此次video的主角 那我们也会到Florida 那边呢 去拍摄这个music video 此外呢 他们还会进行很多的游览啊 参观啊 他们还会进行潜水 乘坐玻璃船 去看美丽的珊瑚美景 还会到达世界最美丽的港口 Bahamas 法拉玛那边去 看看他们当地的城市 还有游览各大的旅游圣地 除此之外呢 他们 我们将 我们还会举行很多的大型的竞赛游戏 除了要考验他们在台上 我们还会考验他们的加重能力 就是看看他们能不能主办啊 烹饪技巧 看看呢 我们纽约华裔小姐 除了可以漂漂亮亮的站在舞台上 而且回到家里 还是加车能力是非常强的 在我去港东华 有一个月就是 穿着太空 有的曲红的 回来之后呢 在7月22号呢 我们在利兴恒生集团旗下的分店 将由利兴恒生集团主办的一场珠宝秀 Jewelry Show 届时 家里们将会佩戴价值连成的珠宝 展现给各位观众朋友她 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免费入场 在7月27号晚上7点 会在这里 军豪大吉楼 Grand Restaurant 这里呢 隆重的举行今年的才艺比赛 那么到时候呢 每位嘉丽就会表演他们的自我才艺 然后我们也会考考他们的口才 当晚呢 我们大会呢 将会颁发现场最受欢迎才艺大家 还会颁发由评委选出的最佳才艺小姐 Best Talent Award will be given out also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致电我们的购票热线 就是2122197688111197688 会买票文化 文化就是150 100和80个 那当然了 做的越前当然是越好 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我们使各位嘉丽 最后在8月11号凌晨1时 在康州精神大赌场 将会举行我们本年度的总决赛 今天我们的演奏优称者TVB 跟红星马国明星さん Kenny Ma 竟然我们邀请了香港的红星马国明先生 担任本次的嘉宾 那到时候呢 我们将会一起见证新一届的 纽约华裔小姐的诞生 如果想了解更多资料和详情呢 又可以見面 今年是第十一屆 過去十年 我們金晨大腦長期 都很榮幸地跟紐約華裔小姐的選美會合作 希望今年會更上一層樓 我也有很大的信心 因為這麼多年來 幾百個佳禮 華裔小姐給了一個很成功的舞台 這麼多年發了很多佳禮 以往有很多佳禮都有很大的成績 我恭喜你們 今年用你的信心 以及你自己的能力去創造 以及獲得這個冠軍 你們就有踏上成功的一步 再是今年8月11日 星期六晚深夜一時 就會在金晨大股場 Bungus Ballroom 進行比領比賽 好的 祝福和紐約華裔小姐 成功地完成這個選美 謝謝 那麼呢 接下來呢 我就要隆重地介紹 今天十六位的主角 大家準備好了嗎 首先請出一號交流 楊海燕 一號交流 楊海燕 方麗 二十六歲 出生於九金山 她是一個很有活力的女生 歡迎各位嘉賓 記者 朋友 你們好 我是一號交流 楊海燕 Elizabeth Leong 我今年二十六歲 來住加州 在UC Davis大學畢業 我的夢想就是成為一個出色的演員 雖然我是嬌小 但是我不簡單的 我最喜歡聽音樂 還有運動 包括功夫 美國足球 羽毛球 還有跳梳塞 我很榮幸有這次機會參加紐約華裔小姐競選 因為我有機會見識一個新環境 交朋友和認識演藝界的專業人士 我是學過普通話 但是我的朋友 多數都是講廣東話和英文 來到這裡 大部分的街裡都是講普通話 所以我這次真的沒有藉口不練 希望這三個月後 我的普通話會進步得很多 多謝大家 謝謝一號嘉莉 梁海燕 接下來有請二號嘉莉李雲翔 Maggie芳林 二十三歲 出生於蘇州 她最特別的地方呢 就是她大學畢業以後 一個人來到美國繼續讀研 大家好 我是二號嘉莉李雲翔 今年二十三歲 出生於四個東方 威尼斯美域的古城蘇州 在北京讀完大學後 我獲得全額獎學金來到 Bridgewater State University 公讀工商管理碩士 我的理想是成為一名 像楊嵐一樣財貿兼備的女性 並用我的雙語優勢 為中西方文化交流做出貢獻 平時的我喜歡唱歌 跳舞 繪畫和游泳 還熱衷於各種志願者活動 例如2008年北京奧運會 世界花樣滑冰錦標賽 以及世界鐵路大會等 來到美國後 我也堅持不懈地做著各種社區服務 這些經歷不但開闊了我的眼界 更讓我深入了解了中美文化 體驗到了兩國文化散發出的獨特氣息 這次來到紐約華裔小姐選美的舞台 主要是想挑戰自己 向世界展示東方女性的秀外貴中 和自信大方 並將我的愛心和微笑 帶給每一寸我所走過的地方 謝謝 有請三號佳麗 梁思瑩 Therisa Leung 方寧 21歲 出生於紐約 她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她不斷努力 嘗試成功做一億電視的 Hello everyone 我是三號梁思瑩 Therisa Leung I am currently 21 years old I am a sociology major at Hunter College Perhaps because I am very sociable I love meeting new people And making new friends Another passion of mine is fashion To me fashion is a very unique And is a very unique way for me to express my personality I am joining the Miss New York Chinese beauty pageant Because it would be a rewarding experience For me to further expand my knowledge I hope to represent myself as a young Chinese American Who can serve this community And communicate my understanding of our traditions And cultural values to those who lack this knowledge I am grateful for this opportunity To join this pageant And I hope to learn from and create many wonderful memories with everyone Thank you 接著我們有請出的是4號佳麗呂夏亭 Lillian Honey 23歲 出身於中山 她最特別的地方就是會說韓語 大家好 我是4號佳麗呂夏亭 Lillian 今年23歲 來自廣東中山 在韓國讀酒店管理專業 大學畢業之後 和家人來了美國 開始新的生活 偶然的機會參加了紐約華裔小姐競選 我想這是我人生的另一個里程碑 我出生於中國 在韓國讀書 在美國生活 不同的文化交流 令我擁有多姿多彩的生活 亦都令我具備各種國家圓的能力 我熱愛在我身上 展現出來的每一個不同的文化差異 它已經深深地融入在我身體的每一個細胞 今次參加紐約華裔小姐競選 是想將多元化的自己帶給大家 令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亦都為我自己留下一個美好的回憶 多謝 謝謝Lillian 接下來有請出的是5號佳麗 迪娜 芳妮17歲 出生於紐約 她是一位混選兒 大家好 我是5號 我的英文名字叫Gia 我的中文名字叫Dina 今年我17歲 我在紐約出生了 還有長大的 我是混選兒 我的媽媽她是中國人 我的爸爸她是義大利人 今年我學校是大學二年級 我的大學是 Mannhattan School of Music 我的專業是美聲戲 我是花腔女高音 我很愛音樂 從小我老喜歡 我拿了小提琴快十年了 我是我的十六歲時候 我被音樂學員錄取了 我很希望我可以用我的能力 來幫我的華人的士氣 謝謝 謝謝Gia 接下來就是我要剛剛介紹的一位雙胞胎 看看的觀眾 看看哪一個是姊姊 哪一個是妹妹 有請出6號佳麗 薛宇南 芳麟18歲 出生於蘇州 再看她是姊姊還是妹妹了 大家好 我是6號薛宇南 今年18歲 來自江蘇 剛高中畢業 接下來將在紐約Partons 設計學院學習 16歲時 我和我的雙胞胎姐姐 7號薛宇童 一起來到美國讀高中 當時我們曾嘗試尋找 能夠代表自己的英文名 不過 之後我們發現 沒有其他任何名字 能夠勝過我們充滿豐富含義的中文名 因此 在這次比賽中 我們也希望 能夠像我們名字中的玉字一樣 在舞台上閃耀奪目 像梧桐樹和楠木一樣 讓自己最自信和最青春的一面 展現給大家 在來到美國的三年時間裡 我們不斷地從身邊的新事物中學習 這次有幸參加紐約華裔小姐比賽 我們也是滿懷著如同 剛來美國時的激情 希望在接下來的三年時間裡 三個月時間裡 能夠進一步地突破自己 將自己改變成一個自信 自信大方的女性 向其他十四位家裡學習 並且為接下來 展現的大學生活 做好更充分的準備 希望大家能夠繼續支持 我們這對靚麗的雙胞胎 6號和7號 謝謝 謝謝妹妹 那麼接下來呢 就要請出她的姐姐 7號交曆薛宇童 當年18歲 出生於蘇州 那觀眾朋友呢 就看一看哪一個是姐姐 哪一個是妹妹 她們的區分在哪裡好嗎 大家好 我是7號薛宇童 當然和我妹妹一樣 我今年18歲 來自江蘇 剛剛高中畢業 接下來我將會去 Washington University 在St.Louis上學 作為雙胞胎 我的生活裡經常有一個問題 我和我妹妹有什麼區別 其實呢 如果你用心觀察會發現 我們兩個並不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希望 大家可以繼續關注我們 支持我們 來發現我們身上各自的魅力 和我們一起 來證明世界上確實 沒有兩片完成相同葉子 在性質愛好方面 我和我妹妹很相似 我們從小就特別喜歡跳舞 彈琵琶 打太極拳 而我們最擅長的還是繪畫 從六歲開始學習繪畫 大大小小的講得過很多 令我感到最驕傲的是 上一年時 我們的美術作品 在學校籌款活動上 都以400美元的高價賣出 這種對於美術的強烈愛好 讓我們決定到大學裡 都繼續追逐我們的美術夢 而為了有各自不同的風格 我們決定去不同的大學 不同的城市 這樣我們會第一次分隔兩地 所以呢 在分開之前 我們決定兩個人一起 來參加這次 紐約華裔小姐比賽 希望能夠留下一段 能讓我們終身難忘的回憶 謝謝 謝謝 那下一次我們一定可以 把你們去微拍來的 接下來有請的是 8號嘉莉金玲玲莉 芳玲25歲 出生於瀋陽 她最特別的之一方呢 就是她做每樣事情都非常的堅持 大家好 我是8號金玲玲 是一個出生在 遼寧瀋陽的朝鮮族姑娘 我現在在紐約工作 我的職業是一名記者 主要的工作任務 是在紐約證券交易所 播報財經新聞 做記者是一份 非常有挑戰性的工作 讓我每天都收穫很多 同時也讓我更加樂於 去嘗試那些新鮮的事物 就好像今天 站在這裡參加紐約華裔小姐的競選 我希望這一個夏天可以見證我 從新聞記者到選美嘉莉的華麗轉身 關於美麗 大家的詮釋有非常多的種類 有的人喜歡溫柔大方 有的人喜歡高貴典雅 有的人追逐熱情奔放 但是我個人更加推崇那一些 持住於追求自己夢想的女性 她們用智慧來勾勒輪廓 我也希望能夠成為其中的一員 用心用美麗去締造經典還有永恆 其實我會有很多的機會 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美麗心得 那麼從今天開始就希望大家 記住我吉利的號碼牌 我是8號 謝謝 謝謝 接下來要請出的是 九號嘉莉莉莉函 Sandy 方黎22歲 出身於紐約 她說她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她會講 客家話和大客家話 大家好 我是9號嘉莉Sandy 李莉函 我今年23歲 我是紐約七生 Boston麻省長大 我喜歡跳舞和做甜品 我2009年去了北京和上海讀書 經過這次的學習 我對中國的文化有更深的了解 我這次參加紐約華語學者競選 是想充實我的人生經驗 我想挑戰我自己 認識多利朋友 和其他的嘉莉建立更深的友誼 和提供我的普通話 經過這次的比賽 她為我打開另外一對門 承認一位演員 和成功的女商人 謝謝 謝謝Sandy 接下來要請出的是 十號嘉莉莉函娜 Kwina 方黎21歲 出身於紐約 她有很多愛好 有拋任 Sports 跳舞 她很喜歡很多東西 大家好 我是十號 馮君娜 Kwina Bang 我今年21歲 出身於紐約 讀著Brooklyn College大學 我最願地希望成為一名獸醫 因為我很喜歡小動物 我平時 那麼愛好 就喜歡打球 游泳 可以從做DIY craft 我很榮幸 能夠參加紐約華語小姐競選 能夠挑戰自己 豐富人生經驗 和增加日後做人的自信心 對我自己人生中 多謝 謝謝 謝謝Mina 接下來要請出的是 十一號嘉莉 李思宇 Vivian 方黎20歲 出身於江蘇 她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她很擅長芭蕾舞蹈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十一號嘉莉李思宇 今年21歲 來自江蘇南京 現在在紐約大學 主修經濟和環境學 我從小就是一個熱愛探索 不斷行求挑戰的女孩 因此 除了堅持十年的芭蕾舞之外 我還自學了絕對 鼓點舞和吉他 以此來提升自己的藝術修養 與此同時 我也曾獨自遊歷歐洲各地 並求學美國 開拓自己的眼界 尤其是去年 在威力馬拉做志願者的經歷 讓我自己猶新 瑪雅人那種對自然的崇拜 讓我深深地感受到 不同文化的精彩之處 所以 對於我而言 這次參加 紐約華裔小姐競選 不僅會是一次認識自己 提高自己的經歷 她更將 為我探索之旅 貼上精彩一筆 謝謝 謝謝Vivian 接下來要請出的是 十二號嘉莉 余思婷 她方名十七歲 來自台灣 她是小小年紀呢 已經是一位模特兒了 大家好 我是十二號余思婷 今年十八歲 我來自於福爾摩沙 福爾摩沙海峽 福爾摩沙在葡萄牙裏 是美麗的意思 也就是說 我來自於美麗的寶島 台灣 我目前就讀於 professional performing arts high school 舞蹈系 從小就熱於舞蹈的我 從來都不曾放棄 對於舞蹈 我也有著深厚的感情 去年暑假的我 經過一關又一關的考驗 終於在八百多人中 脫穎而出 順利的踏入了 我夢想中的模特兒圈 如今我要再次挑戰自己 讓自己在2012紐約華裔小姐中 成為最閃耀的一顆心 希望大家記得我 也支持甜美的我 我是十二號佳麗 余思婷 謝謝 謝謝余思婷 接下來要請出的是 十三號佳麗王詩音 Sorina 她方年23歲 出生於哈爾濱 她的夢想呢 就是想要開一家咖啡店 來我們一起聽聽她的故事 大家好 我是十三號佳麗王詩音 來自哈爾濱 今年23歲 平時的我愛好廣泛 對音樂和舞蹈有著由衷的熱愛 從小學習鋼琴的我 對藝術和美 有著自己深刻的理解 平時我喜歡參加各種公益活動 在每周為小學生義務講課的過程當中 讓我充分的體會到的 幫助他人的快樂 今年我將以優異的成績 畢業於Brew College 主修金融專業 副修經濟學 多年的大學校園生活 讓我覺得 美國的校園文化是多樣性的 希望通過次次參加 本次紐約華裔小姐大賽 增加我校園以外的社會閱歷 我相信我會在不斷的挑戰當中 發現一個新的自己 這個夏天我會將自己所有的美麗 都綻放在 紐約華裔小姐的舞台上 我相信我會用一個嶄新的我 去迎接更加燦爛的人生 謝謝大家 謝謝Sarina 接下來我們有請 14號嘉莉 孫柏佳 方琳 23歲 出生於豪爾濱 她說她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說話的時候 像老宋一樣 我們一起聽一聽 尊敬的各位來賓 親愛的媒體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14號嘉莉 孫柏佳 今年23歲了 來自美麗的北國冰城 哈爾濱 感謝冰城的寒冷 將新鮮和活力的我快遞給大家 我現在就讀於伊里諾伊 中立大學香檳分校 讀政治經濟學碩士 曾經的我 深陷自卑的危機 而現在的我 熱愛生活 感激並珍惜上天賦予我的美麗外表和聲音 我曾經用她們在中國傳媒的入學比賽中 獲得全國五考區之一 哈爾濱考區第二名的好成績 不過好女不提當年有 這次選美比賽 我會從零開始 從父開始 給大家最好的自己 通過這次選美比賽 我是想用自己做例子 告訴所有的女孩 美麗和自信是她們身上深藏的寶藏 只要勇敢地飛向烈火焚燒的曼陀羅花 就能像火鳳凰一樣 遇火重生 謝謝大家 接下來我們有請十五號嘉莉 十五號嘉莉 侯雪莉Shirley方黎 22歲 出生於紐約 她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她很喜歡親手去寫述 多謝她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十五號嘉莉 侯雪莉 今年22歲 來自紐約 我正在讀於Hunter大學 主修教育和英文 對我來說 教育很重要 因為我認為從教育方面 可以學懂不同的知識 不同的觀點與角度 和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但是我認為這份知識 不單止可以在書本學到 也可以從人生每一方面學習 所以我參加今年 紐約華裔市的選舉 我希望藉著參與 我可以學識更多人同事 來我更加懂得如何服務社會 多謝 謝謝 我們有請出十六號嘉莉 劉亞男 方琳 21歲 出生於天津 她說她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十六位嘉莉 最高的一位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十六號嘉莉 劉亞男 21歲 來自天津 一直以來我都非常嚮往自由自在的生活 所以我選擇了和我性格相反的職業 在一家旅行社當導遊 每天接觸不同的人 他們來自不同的國家 我會學習他們的禮儀 還有文化 同時學會了控制各種各樣突發狀況的發生 讓我受益匪浅 同時也改變了我內向不願多與人交談的性格 來參加選美是希望可以多多的鍛鍊自己 讓自己更加的自信 美麗 讓自己變得更加的優雅 幸運的 我進入到了決賽 可以和這麼多的夥伴一起學習 一起進步 希望三個月之後 可以看到一個不一樣的自己 同時 這三個月也將會成為我人生當中 一段美好的回憶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最高的一位嘉莉 十六號 謝謝大家 謝謝 今天也是他們第一次會見傳媒 還有各位贊助商所的觀眾朋友 我覺得他們的表現還是不錯的 那麼接下來呢 在三個月裡面呢 他們將會進行各種的培訓 那到時候看看在8月11號 在京城大股場的董決賽 他們有什麼樣的變化 你典會翻託 他一位